寒流来袭谁最开心呢 可能是这些屏东东港的渔民了 在寒流当中沿海涌进了大量的樱花虾 渔民们天天满载而归 出海的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靠岸 渔民抓紧时间忙着替樱花虾分集装箱 船员来回不停的搬 排卖会场也喊价喊得火热 四千九五 还唱啊 这边啦 这边这边我来 大伙低头弯腰检查渔货写下价格 色泽红润身情饱满的樱花虾 因为冷气团难下 樱花虾群忽然在外海大量涌现 天气冷到冻北条 渔民忙着出海 每艘渔船都满载而归 船员各个笑的是何不隆嘴 都山洋超过多 所以说银子都高湘 一箱就买六千 高湘就四五万了 大气洒下两把樱花虾 配上葱蒜大火快炒 一道简单爽口的樱花虾炒饭 以上桌祥齐四亿 掏客吃的心满意足 东港三宝之一的樱花虾 在气味10度到20度的时候 最容易捕获 樱花虾富含钙汁是日本人的最爱 台湾民众不用出国就能吃到 樱花虾菜色多变无论炒饭或寿司 餐厅点菜率超级高 天气冷嗖嗖 樱花虾盛产 渔民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终于新闻张春华 樱花虾沛产 想要做评讨报道 开发 谢谢大家